Hello 大家好 我是Bubble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11月3号 然后也是斯芙兰打折第一天 本来想给大家做一个斯芙兰打折的种草或者推荐 但是就是今天正好第一天要一会儿直接去店里 然后把想买的东西买回来 直接给大家做一个第一时间的购物分享 然后要和我的好朋友Ritual一起去 然后今天的视频也是我们两个一块拍的 然后那我们一会儿见吧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我是Bubble 我现在已经从斯芙兰的店里买了东西回来了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Ritual Hello 大家好 我是Ritual 然后这支视频我们两个要一块儿录 然后因为我们两间在店里是一块儿去买的这些东西 两大包 然后早上晚上我们三点的时候还在online下了订单 所以说应该算是一个Safora打折第一天的分享 同时我们还会介绍一些 就是之前买过的一些产品 对 觉得也特别推荐大家去入的一些单品 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现在开始介绍了 然后我们就不做那么精湿的分类 就从这个包里套出来哪个说哪个 第一个套出来这个 Tasha的这个套装我们两个都买了 然后这个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喷雾 因为我去年买过他们家的套装嘛 他们家套装去年的那个是有一个小的喷雾 然后一个减粉 一个卸妆油 还有一个小的面霜 我觉得他们家那个就是当时的那个里面的四样东西都是挺好用的 然后但是他们的问题就是它太小了 他们是是一种中样的那种 今年好像还有那个Sight对吧 对对对 今年我们就去店里的时候看到两个Sight 然后一个是这个一个是他去年买过的那个 然后就特别想因为主要想要的是旁边的这个喷雾 所以说对我们类似于正装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就比较就是实惠了 真的 一大眼 然后这里面好就是这三个是他们好 今年的比较就是新的产品 这是一个就是新出的一个面膜 所以我还挺想尝试它 而且我们可能过一段时间都要回国 都要回国在飞机上就特别适合用这个 这个这个是40毫升的 所以它是可以就是带上飞机的 对 然后这个是纯膜是吗 对对 特别漂亮 因为纯膜精华 对 它带有金箔的那种 而且它这个喷雾就是比较润的 就不像一般的喷雾就是只有水分 但是它这个就还挺保湿的 然后听他讲说就喷 就喷完这个喷雾 你再上粉底咽什么的 就会觉得特别棒 特别适合冬天的一个套装 然后下一个套出来 这个 对冰淑淑淑的这个拽衫铺 我见你也买 对 我们两个都买这个拽衫铺 然后这个是 其实这个也是它推荐给我的 对 因为这个就是 我还蛮常用这种东西 然后我之前买 对 不爱洗头嘛 我觉得第二 因为它比较塌 然后又比较油 就比较出油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用 我觉得还可以 就挺好用的 而且它这个套装比较划算 现在是属于古货的 我应该用掉过两瓶 它这个现在两瓶 是应该是一个正装 加一个 对 这种小样 是二十二刀 打完折 就真的非常非常品实 然后就是这个也可 也是就是小的 比较方便携带 大家可以帮它加的 嗯 然后这个我觉得 特别推荐给学生的 就是没没时间洗头的人 然后 别人学生了 别人洗头 哈哈哈 对 另外一个是这个 就是那个 这个我也把 今年那个新出的粉底 怎么感觉咱们两个 包里是一样的东西 基本上 我看 就是这个粉底 这张好评特别特别多 对吧 对 然后说是持妆力很好的 然后我试了一下 就在店里试一下 我觉得它不是很 干 就是因为马上冬天 我觉得就是它是属于 持妆力比较好的那种 又不是很干很卡粉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而且这个挺便宜的 它特别便宜 我记得是36刀 就是没打折这些 36还是38刀 对啊 也很大一贯的 非常大一贯 就这个包装盒 他们家的primer 是一种包装 就上面是这种 就有点像这种牙膏的管 然后我们买的这个色号是 Snow 对 色号是最白的应该 最白的那个 然后觉得还 这个色号还挺适合亚洲人的 其实 然后下一个 还是个袋子 哎呀 哎呀 鞋车 哈哈哈 嗯 就是这样的 这个袋子是什么 鞋子大吗 我不知道 我没有买什么别的东西 因为我大部分的东西都在 昨天晚上 我刚买 一会再讲 然后看我一会 哦 美笔 Danny Faye的这个美笔 这个美笔 我其实去年就想买 但是去年我就觉得 就是 就觉得就美笔嘛 对吧 就我看大家那么推 我觉得就一定是pr 就是在做这种产品的推广 然后就觉得这个东西 应该没有那么好用 然后细头的什么的 然后其实它单价也不算很便宜 二十多刀 对 然后 但是我觉得一年以来就是 好像N多个博主在YouTube上 然后包括在微博上就一直在种草这个美笔 然后我今天美帽就用这个画的我觉得 我见证了一个人从没有美帽到有的美帽 对对对对 我觉得真的还是不错的 真的还是不错的 就比较适合于就是特别自然的那种就根根分明的那种美嘛 然后细的然后也挺好上色的 我觉得如果大家再找一支美笔的话 这个就推荐吧 这个太多人推荐 我就不做过多的陈述了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这个 就不同的颜色是也是二十多刀 然后我觉得就比较适合画什么卧彩呢 或者是就你想要那种不灵不灵的 应该也可以换成 这是 就是多用的吧 嗯 嗯 Shadow set 就它是液体的那种 就它应该可以做那种 那种top of everything的那种 对对对对 看下一个 Bobbi Brown的这个口红 嗯 这样的 这我也有一支是我之前卖的 我的颜色是 我待会把色号打在旁边吧 然后这是我挑了一个 就这样看起来其实是一个 嗯 这样看起来是一个什么颜色呢 棕红色 但其实它是一个那种霉字色 我都要放一个近距离的实色吧 然后今天嘴上用的就是这个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特别喜欢这种 霉红色的人 所以我就 我基本上我喜欢的口红 全是这种颜色的 所以说这只口红 就是这个系列也是它家新出的嘛 然后我去店里试了以后 就觉得这个颜色 嗯就是My color 然后就买了这只口红 但是它唯一一点我觉得不太喜欢 还是它的味道 对我的这一只是Cranberry 但是这个色号好像是 斯芙兰没有上 对斯芙兰没有Carry这个 它这个系列是有20多个颜色应该 然后斯芙兰好像只上了10个 还是10几个这样 然后这个颜色是那种 就是 就是 要试一下 就是比较 就是 棕红色 是这样的一个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一会儿近距离再补几个 对 然后是那种就是有点偏红 有点偏棕 然后有点偏豆沙色的那种颜色 然后也是我之前 嗯 跑了好几个专柜 最后在某一个Maisy里面买到的 对 然后我觉得 就虽然说 这些色号斯芙兰现在没有 但是大家 应该之后会有 不让自己店里的准备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个系列的口红 我觉得颜色就是 普遍来讲都是比较好看的 就是它是比较玫瑰系 推荐推荐 对 然后下一个掏出来是这个 BECA这个高光 这个也非常有名 然后我买的是这个 就一个非常小块 好像是19刀吧 然后是那个 Moonstone那个颜色 然后这个高光也是我从去年 有一道现在 因为我不是经常用高光的人 就是 大家看也可以看出来 我脸上肉非常多 所以说对于高光这种东西 其实就本来有点抗拒 但是真的推荐人还挺多 而且我发现就拍视频的话 脸上打一些高光 还是气色味好很多的 好像只是一个小的 对我买一个小的 然后它好像还有一个set是20刀 但我觉得set里面那个东西 是我不想要的 是有个液体的 对对对 买了一个液体 来你来讲一下一个set的理论 就是我觉得如果一个set里面 我觉得顶格只能有一样 就是你不想要的那样的东西 因为有80%的东西 你都可以用的上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买这个东西 而且是你很想要的东西 如果说这个菜里面 大部分都是我觉得 或者只有一个或者只有两个 是我不想要的 别的东西就是有点挺好的 或者没有也无所谓 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就不需要买这个菜 我觉得大部分的菜都满足了 因为我过来之前也是买过很多那种什么 很多高红的 对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还挺用的 我觉得就是 如果真的是想 真正要实用的话 就是你想要什么去买什么 而不是他给你什么你要什么 对对对对 就我们也这么大了嘛 20多岁大家都心里有个底 自己喜欢什么 到底用的上什么 尤其是在你有了比较多的化妆品之后 就是很多东西其实你用不到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 划算不划算的问题 就是你很多东西买了一大套 但是你里面只用一小部分 其实也是一种资源浪费吧 就你看这个 其实那个菜里这个不易一刀 但是你那个东西就没用的 就一刀也是铁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最买菜的 这种东西还是一项消费的 对对对对 尤其现在我觉得在那边 可能有20多样东西 就会实际上在一个 好多的一大部分是很有用的 对 然后下面就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昨天晚上 因为我们在美东 所以说我们赶在美西时间 12点 就是美东时间凌晨三点下的 但然后就是就订了一个表 专门起来下来 其实挺怕有些东西被抢光的 但是其实还好 就昨天晚上 我在去年打折的时候 就斯福兰的网站 当时就是到那个三点 那个节点的时候都特别慢 但去年就今天 就是昨天晚上 就真的是一起来 然后直接一结账 就非常顺利 然后也没有什么断货 然后有些东西 今天早上看也都还挺多的 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买了什么 我主要在斯福兰的官网上 就是下单的是 就是这个口红 就是这个 PET 就是PET McGrace 这个我也买了 那个叫什么 它是一个彩妆大师 大师 设计过很多那种 秀场的那种 就是很棒的那种妆面的那种 这个应该最近 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最近 热度最高的一支口红 然后我这支是我之前买的 就大概一个月之前 然后它是这个 就它是这个雾面 这个好像官网也断货了对吧 这是那个叫Flash 3的那个颜色 是个棕红色吧 然后棕色偏豆沙一点 然后这支口红呢 我们这次在官网买的色号呢 我买的是一个MAT系列的ELSER 然后是一个冷调的红 蓝调那种 对蓝调红 就是我特别喜欢那种 我觉得应该 我看那个网上试色 是有点偏霉 就是偏 有点发霉色吧 就是霉红的那种 对 就是很正的红色 但是是冷调的 嗯 然后我下的三支是 有一个是好像是叫 就是那种 它叫Neutral Coral 就是中性调的珊瑚色 然后还有一支是Deep Rose 是叫Beautiful Creator 就类似的那种 就是也是玫瑰色 然后还有一支是CDC 是一个皱红色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这支口红就非常适合 这枚打成的时候入 因为最近上场是我在斯布兰佑 还有官网 对还有官网 但是就是官网现在没有折扣 然后斯布兰佑 就所有地方都断货特别厉害 卖它已经没有几支颜色了 对对 就是他们的口红 有很多是用很重很重的颜色 如果不是说非常重 其实非常难撼到的就是很多颜色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网上看一下 就我觉得如果这个颜色 你觉得差不多 你可以接受的话就可以去买 因为我看有一些博主 就是也是买这个 就停不下来 我现在就弄了一些 就也是买这个 就停不下来 他们会觉得一个口红有什么呢 但是看到植物以后 就真的特别长草 而且他们有时候是行走的色素 就是它非常浓郁 就是颜色基本上所见之所得 然后途上也比较持久 我觉得应该就没有 之前好像没有和这个 特别类似质地的口红吧 它就做的比较浓 就真的很professional 一直口红 然后还在网上下单的是 TU FACE今年初的那个 限量的那个 叫什么吧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江明小人 对江明小人的那个 限量的 唇釉吧 唇釉 是一个那种 南瓜色目 对 然后幸亏昨天晚上下单 因为今天我去店里看的时候 一会把那张照片放在旁边 已经空了 然后问了那个 那个 斯文莱的导购 然后他也说就已经卖光了 所以说现在 网上应该还是有货的 然后 那只闻起来 就当时都特别想吃花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是非常浓的姜饼 就是那只的味道和刚才 介绍包屁不让的那个 比起来 就简直一个是特别想吃 一个就是感觉橡皮味儿 然后离得远一些就比较好 但两个颜色都特别好看 对 那个江明小人好像是 就是跟那个 以前那个 smash box 的那个 好香 而且但是它那个质地 就没有那个干 对对对 就它是肉顺一些的 我觉得还 对 然后待会儿如果那个到的话 给大家做一个对比试色 因为之前那个 smash box的那个也买了 一起放到那个 对 那只也比较推荐 然后下一个在网上买的呢 是一个Evolume的套装 然后我买的是一个小的套装 是55刀的这一套 把照片放在旁边 然后这套里面是一个25毫升的急救面膜 和一个50毫升的卸妆膏 因为我比较想要 你怎么配信头呢 然后我再看我的工具 然后这里面还送了它那个 就是他们家专门的那个卸妆布 然后就因为我之前试过 Safora的那个sample 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用完以后 我觉得就是太太喜欢妆的感觉 真的是觉得皮肤焕然一新 就是摸起来特别光滑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也是有一些去脚质的功效吧 然后而且其实很多人会觉得那个布 可能清洗着比较麻烦 但我觉得那个布真的是 你放在那个温水下 然后一开它上面的脏东西就瞬间全掉 所以说其实还挺方便的 然后这套套装我觉得也比较推荐给就是 想尝试 想尝试这个卸妆膏的人 然后下一个想介绍的呢 是一个眼影盘 对是那个很大的那个眼影盘 就是那个Natasha Denona那个盘 也是让烂卖的 对 因为昨天最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太偶尔有很多眼盘 然后我就觉得说 不再需要 其实没有什么必须去买的颜色 就没有就是 基本上都能 你生活中需要的颜色 都必须都能有的 然后这种大盘子可能有那种 用不上的颜色 但是我昨天就好是帮我朋友买一盘 就是这个 就是他新出的那个三赛子的那个日落盘 然后我看完之后 我就非常想法 就去买这一盘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是 那个里面的亮片 据说是水晶 对对 我之前说是它那个亮片 是很就是很细很亮的 说是用那种水晶还是什么抹 就是这么说的 那也没有人去考察 没有人去考察 对 就只能说明它亮片应该真的 闪得非常高级 对 它的那个颜色也非常的浓郁 就是你一 就是你试的时候就轻轻一抹 就会很上色 我觉得就是欧美这边眼影盘特色吧 对 就可能这种盘也是比较适合你在欧美入的 对 是比较细腻 这种颜色就是 其实让人很难抗拒 对 对 我之前看那个YouTube上那个 很多博主的仲草视频中 也都推荐这个眼影盘 对 然后好像很多人就是有些人 就虽然这个盘子很贵 有些人买了一盘 又买了一盘 就是因为颜色的问题 它的粉质真的是很好 而且它一块也很大 就是虽然它贵 但是你又觉得说好像买了很多东西 就像那种 反正就是感觉可能一辈子也用不完的一盘眼影盘吧 就如果你觉得这个颜色真的喜欢的话 可以做一种投资 对 比如说你正好想要一个这种色系 想要一个比较好的 我觉得非常适合 因为它就是这种色系 又比较好的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就是那个 Replica的香水 它的那个最 就是有 声音大点 我还买了一个 我还买了一个 Replica的香水 就是那个Manson Magella 那个香水 显的那个 味道是Flower Market 它是一个发香的 我觉得那个 就是 闻起来是个比较没有攻击性的味道 对 就是感觉是一个 非常好亲近的 就是女生特别也愿意闻的那种味道 因为我以前有太多奇奇怪怪的味道 我们之前都比较喜欢偏奶 对 中风点的香 然后我有一些 就比如说像花香果香 就是花香果香比较少 比较多的那种青草木调的表度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正好想尝试一下这种花香 对对对对 我就觉得可能到了冬天的时候 就是那种可能会能给人一种 木调感觉特别冷 对对对对 可能比较温温 然后就这样 而且就我觉得像香水 就像这种Replica这种派 还是也比较适合在Suffera 吧 对 好像Replica只在Suffera 因为我之前去别的 就是商场里面买过 我就问有没有Replica 然后那个人就告诉我说 好像这个只在Suffera也有 对 所以说也非常推荐 嗯 视频最后呢 想跟大家推荐一下 阿玛尼的这个红管口红 虽然想推荐的201已经断货了 但这整个系列的质地 都是非常棒的 还有想介绍就是Hourglass的这只口红 手上这只颜色呢 也已经断货了 但是整个系列也非常好用 好啦 今天视频就是这样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这支视频点一个赞 然后或者在那个B站上给我留言和投币 然后所有产品的信息呢 我都会放在屏幕下方的信息栏和微博 然后就是色号啊什么 大家都可以去参考 然后希望大家在这次Suffera八折中 买得愉快 然后理性消费 因为之后12月份应该还会有非常多好的deal 那么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同学们呢 欢迎点击订阅键 也欢迎关注我的微博 就可以在每周的周四 或者周五看到我的新视频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